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变形还算是比较有意思 但是由于不能弃强 暂时就没有入手的打算 这款Dior我也是纠结了一下 毕竟是作为52家较为有辨识度的一个吉祥物 所以说还是没忍住入手了 包装的话大概就是一个R级高达的盒子大小 底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介绍 比如说可动以及一些联动效果 一些配件展示 除此之外还有配备这么一份特点 是一个用硬纸盒包装的 峰绘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透明外甲的造型 翻到背面是板件的展示 再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一共是有12块板件 大致分色还是黄白黑灰四种颜色 接下来就是它的说明书了 整个说明书我翻阅下来 感觉是比想象中的要复杂一些 这个拼装过程 接下来就是特点的内容 一共是这么6块透明的板件 整体的透明件的效果质感 我感觉都蛮不错的 也是非常期待最终透明小迪奥的成品表现了 此外还有这么一张胶贴 好现在我已经完成了瓶装 首先我们来看到骨架的部分 可以看到细节化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可能颜色给人感觉 相对而言稍微素了一点 肉眼可见的一些金属色的部分 都是靠胶贴来进行到完成的 不过一些细节处 还是可以自行简单的渗线 如果说各位有一定的涂装功底的话 可以自行再丰富一下细节刻画 整个骨架部分 我最为喜欢的 应该就是腿部连接处的 齿轮传动关节了 旋转腿部的时候 给我感觉更富有机械感了 随后看到脖子位置 也是有一段液压感零件的 在我们扭动脖子的同时 这个液压感的观感 也是非常的具有机械感 只不过套上外甲之后 可能就会很大程度的 遮盖掉这个液压感零件 接下来安装上的外甲 给大家进行到一个展示 首先比起原先的Dior 大小的差距还是蛮明显的 只不过现在我手头没有以前的Dior 还是拿出一个收纳盒 给大家进行到一个比较 高度的话大概是10公分左右 大概就是比我一个拳头 还稍微高一点点的样子 其次对比起先前的Dior 也没有多出特别多的细节刻画 可能是为了还原到原先 那种极简的风格 然而放眼我看来 身上一些比较小的分色 以及细节几乎都是靠贴纸来完成的 所以说整体的贴纸工作量 还是蛮大的 整个拼装的过程 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流畅的 板件的密合度都还算OK 大部分的地方 也采用到了隐藏的水口 相比较拼装 我觉得更头疼的是贴贴纸的部分 整体的贴纸贴下来 给我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牢固 是有点偏松的感觉 就是贴纸贴上来之后 可能这块外甲 我进行到一个安装 或者是调整位置 旋转一下的过程当中 手揉搓到的贴纸 它就会产生位移歪掉了 而可动方面 跟之前的Dior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需要注意的是 嘴部张开着的时候 可能这块头顶的这块天灵盖 这个地方可能会松动 会掉下来 那我们在打开嘴巴的时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顶上这块盖板 嘴巴张开 大概可以到这样的角度 脖子部分也是双段关节 并且是球关连接 可动幅度也还算OK 然而底下这一块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看到 先前所提到的液压杆零件 就将被这一块给遮盖住了 大腿的连接处 是可以进行到360度 无四角的旋转 而腿部的连接处 由于装装的外甲 幅度稍微受到限制 大概只有60度左右的旋转可动 脚掌的接地倒是做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尾部的可动幅度 比起先前的迪奥 也是稍弱了一些 背上的三叶重炮 两边的炮口是球关连接 所以可以进行一定的角度调整 上下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如果说 你按照说明书上的标注方法 进行安装的话 应该是连接键 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到安装 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 这个三叶重炮 只能向前倾 所以我建议将这个连接键向后旋转 180度之后安装 这样安装上这个三叶重炮之后 就可以进行到向上的旋转 这样就可以摆出更加霸气的一个造型 而拼装完成之后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块胸口侧方的盖板 并不能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密合 而是中间有这样一块很大的缝隙 从顶上看也是这么个情况 我原以为是里面水口没有打磨干净 但是当我反复打磨之后 安装上来依旧是这个情况 不知道大家的拼装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来安装所附带的特点中的透明外甲 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 因为透明板件的材质问题 将流到板件从塑料包装内拆出 就已经看到不少的划痕了 而可能是由于装上外甲之后 整体躯干重量较大 所以说腿部的连接处是显得稍松的 好在它就是球形关节 我们加固起来也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不过安装上来之后 搭配上胶贴以及透过透明外甲 可以看到骨架的内构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透明板件看起来是有一点泛紫的感觉的 在灯光的照射下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么着装上两款外甲造型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这一款透明版本的迪奥 进行到战柜 好了 这一款是作为我耳推斯猛兽侠系列第一款 拼装产品进行到一个发售的 安装骨架的玩法 可以让玩家看到它更多的一个细节刻画和内构 确实这个玩法也是相对比较吸引的 但是整体的拼装体验还有过程 我觉得是有蛮大的进步空间的 而此款对我来说最大吸引力 也是特点当中所附带的透明外甲了 也是希望接下来猛兽侠系列所推出的拼装 可以越来越好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开合拼装把玩分享的 来自我耳推斯猛兽侠系列的第一款拼装产品 BB01第2 如果你喜欢摩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是安安 先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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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